16号 浦华永道 德勤 毕马威和安永 四家国际知名会计时事务所分别发表声明 强烈谴责香港近期出现的暴力行为 希望香港社会恢复稳定 他们表示坚决支持一国两制 希望香港恢复社会秩序 浦华永道的声明说 我们坚决反对任何损害国家主权的行为 法治和一国两制是维护香港社会 稳定与和谐的基础 我们谴责一切暴力及不合法的行为 以及带有误导性的言论 希望香港社会能够携手 共同应对和化解当前的困境 努力维护好香港的稳定和繁荣 德勤的声明表示 近期的紧张局势和冲突的升级 已经对香港的社会和民生 造成了极大的负面影响 我们反对一切暴力和非法行为 香港是中国的一部分 德勤支持和拥护一国两制基本方针 及基本法 我们坚信香港终将克服眼前的困难 毕马威在声明中强调 我们希望香港作为国际最重要的金融中心之一 能在法治及一国两制的原则下 维持和平安宁以及繁荣稳定 毕马威反对一切违法行为和暴力行径 安勇发表的声明说 我们强烈谴责近期在香港各区 所发生的一切暴力事件和违法行为 维护法治精神和坚定落实一国两制 是香港作为国际金融中心 和保持长远繁荣稳定的最重要核心基础 感谢观看